哈喽大家好啊,我是脖子戏,继续为大家更新《之恩传》系列 今天讲讲,甄嬛从甘露寺回宫后,为什么要送皇后一串佛珠 甄嬛在回宫的第二天,便早早地去向皇后请安,并献上了一串佛珠 此时的甄嬛与皇后可谓是水火不容 皇后害得甄嬛受尽苦难,几乎家破人亡 他们二人已是不公戴天的仇人了 那为什么甄嬛还要恭恭敬敬地献上佛珠呢 熟悉甄嬛传的小伙伴们都清楚深意 今天我就来谈论我的看法 首先,我们回顾一遍送佛珠时 甄嬛清楚,无论是在宫里时受到的暗算 还是在宫外受到的折磨屈辱,全都是拜皇后所赐 所以,甄嬛嘴里说着感谢的话,实则是在向皇后宣战 一来,从寺庙回宫的甄嬛身无常物 能送的礼大抵不过是佛珠和经书一类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 如果小伙伴们有其他看法,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好了,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大财 爱你们哟